現在大家都進來了之後 我們就馬上來試看看新增一個專案囉 就把它按一下 按一下之後呢 右手邊這邊 它一樣會有個導覽 但是你看到中文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困難 來我們看一下這裡 你看我們右手邊這邊 有沒有一些範本 又是這個字 這樣會不會很煩 範本嘛 那你也可以自訂啊 比如說你要哪一個你就 Holiday點下去 有沒有不小心 左手邊好像都出來了 有沒有我剛剛跟你講的 這個軟體你不會的應該要回家的 這叫做PowerPoint不是嗎 做動畫就用PowerPoint的方式做就好啦 那你可以先預覽看看 你可以先稍微Play一下 可以回家了吧 蛤 所以等一下我們中間休息 如果你覺得你學到這邊就夠了 就可以先下課喔 後面的可以不用學喔 蛤 蛤這樣你有動畫式的感覺了嗎 蛤 蛤 蛤 好 那你看一下下面 這裡 它時間軸 預設並沒有打開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一個 時間軸 右下角這裡齁 你可以把它打開一下 因為你看別人的 如果你要改 這裡要打開 你才看得到下面有沒有一層一層的東西 這樣你才辦法改啊 不然你如果沒有開就只能看而已嘛 就只能看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講的時間軸 所以你今天比如說它的背景 就是藍色的大背景 有沒有這裡有一個背景 對不對 那你看你要改哪一個 看它出現的時間 比如說你看我回到這邊來 依 我就把我的時間軸拉拉一這邊 不過因為是雲端的啦齁 所以在這裡 可能有時候會detail一下 這樣了解 那如果你有需要加入其他的 你看右手邊 我需要加個字 對不對 有沒有 你可以來這邊打字 不過你不用找很多啦 因為你一定看不到你熟悉的那個字 叫做中文 現在所有的雲端的都一樣 就是中文的部分 這邊可以打 但是它會用什麼 細明體 好會用細明體 但是沒有關係 等一下我們可以用圖片的方式把它叫進來 好可以把它叫進來 你看至少它已經開中 明明告訴你這叫文字了嘛 對不對 所以呢 好 所以你會發現它是用細明體的方式 那航高啦 文字陰影啦 好處就是 如果你是字 它的變化會比較多 變化會比較多 那 你看我如果是字 這裡有沒有動態效果 單純打一個字 沒什麼了不起啊 但是你需要怎麼樣 喔 另外一邊進來 有沒有 還是你要彈入 還是你要滾進來 這樣你有比較厲害一點嗎 欸你不覺得你PowerPoint有些人你喜歡做動畫 可是你會不會在真正在PowerPoint裡面做很複雜的動畫 不會 因為那會把你害死了 哈哈 因為要改很麻煩 哈哈 但是在這邊就相對還算容易啦 那 有的圖片 有的文字 你看這裡 有沒有一些圖形 對不對 Clip up 一些 嗯 插圖 對不對 你也可以找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看看有沒有你喜歡的 聖誕節 這個一定要來一個 有沒有不小心就進來了 對不對 好 那就看你的需要 那把他跟他 合在一起 好 沒有關係 你可以還原一下在上面 在上面這裡 所以現在等於說軟體是不是就已經雲端化了 只是說不可否認的要做影片 做影片喔 他會耗費比較多社會端資源 所以 順暢度來講 我還是必須承認就是在雲端上還是稍微比較慢一些 好 所以我們今天會有介紹另外一個就是在很極端的 那另外呢 這邊一樣 你看這裡有很多 有沒有 剛剛找的Clip up是比較單色的 如果你要一些比較什麼 彩色的 是不是一樣一點就有 而且放大縮小都不失真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點點點 反正你其他的你就繼續點下去嘛 萬一真的不要的 我想這個應該大家都會 複製一份 可不可以把它丟到這種刪除 可以 那假上科技其他這個部分呢 他有個好處是 他可以做互動 就有點類似像以前我們流行過一段時間叫做電子和卡 有沒有那種概念 對不對 就是我今天做的動畫在 你到看完了 我還給你不同的選項 你可以做什麼事情 所以這真的有點 因為他 待會呢我們可以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真正做好把它存檔 好儲存 你的專案名稱 然後你的縮圖要哪一個都沒有關係 我就儲存 好 存好之後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 你怎麼樣去分享出來 OK 好 已經做好了 所以我就回到外面來 進到你自己的帳號 在這邊 這裡 不是 這個是他們的 那個 我看一下 這裡 使用者 點進來 又倒退的回到這邊來 在這邊有沒有 預設現在是不是私人的 反正你做好都是私人的 所以你可以來這邊 改為公開的 那你公開了之後呢 這邊就有那個分享 還在更新中 好 我就把它分享一下 你看 有沒有這邊可以分享連結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連結給人家 你也不用丟影片給人家 也不用找空間 對不對 他就會點到這邊來看 就會點到這邊來看 那你如果說我想要把它放到 比如說你們自己的 有自己的網頁 有沒有一個砍入的 那就可以用這個語法 看你要的大小多少 或是自訂大小 好 自訂大小 這樣是不是就可以放進去了 別人也可以看到 這樣 有了解的嗎 所以你看我們把這個 網址把它複製起來 讓他看一下 他們進來 沒有錯 因為你現在用免費的嘛 所以會不會看到一些 假上的東西 一定的啊 有看到剛剛的那個東西的嗎 誒 這裡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互動的 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說你要改 這裡面的內容 你也可以去改一下 那就看你要做超連結還是幹嘛 了解 而且我們在泡泡裡面 你可以 你也有做過這種事 就是 當我點了這個 它會跳到 簡法裡面其他頁面 不一定是另外一個視窗 我可以用這樣來做一點點互動 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樂趣 所以這個是假上的優點 好 這樣 OK吧 那就給各位先玩一下 等一下我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如果你真的 不管是我們剛剛用的那個photo 還是像這個 假上的 你就真的假像 你自己喜歡的中文字體 該怎麼解決 好不好